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6月14日在与朝鲜国家队比赛中取得个人首个国际赛注球 2016年转投香港超级联赛球会和副大部成为球队绝对核心 率领球队在2017-18赛季历史信地获得脸赛和卑赛三亚王的佳季 俱乐部相信有了陈俊乐的加盟 必将增加球队阵容的厚度 希望他可以尽快融入团队 帮助球队取得优异成绩 广州复利足球俱乐部2018年7月13日陈俊乐是广州复利队史上第一名香港级球员也将占据一线队 目前唯一一个港澳台球员注册名额陈俊乐同时成为继续红杰梅州客家之后 第二名在2018年登陆中超 中亚联赛的香港本土非规划球员 广州复利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黄胜华与陈俊乐完成签约 虽然陈俊乐已经超过U21年零线一岁 但广州复利教练组非常认可他的实力 并十分看好他的未来 因而决定使用内远转会名额将他引入 身高1米76的陈俊乐速度快 技术灵巧 擅长后腰和前腰位置 还能兼任冰露角色 是一位中场全面手 他的加盟将继续丰富球队的阵容搭配 此前随广州复利前往美国进行下训 陈俊乐在热身赛中 曾妙传扎哈威完成挑射破门 陈俊乐出自香港东方青年军 自幼便展示出气足球才华 11岁便跳级入选香港地区U13代表队 曾担任U15代表队队长 小学时代 他就曾代表香港前往曼联和纽卡斯尔联士训 从小学毕业后 成绩不错的陈俊乐 进入名校八翠南书院学习 在进入中学的第一年 他就以初一学生的身份入选校队 参加全港学界精英赛 香港最高当次的中学赛事 与广州复利本赛季签约的华工研究生蔡浩健一样 陈俊乐也是一名学业与足球兼顾的学霸型球员 2009年 在启蒙教练的安排下 13岁的陈俊乐参加了由小米兰体育发展中心 和布鲁克豪斯学院联合举办的梦想成真活动 在布鲁克豪斯学校和八场比赛打进三球 包括对阵雷丁的比赛中没开二度 获得前往英冠球队彼得宝连世训的机会 最终赢得一份直到赛季结束到期的合同 成为继张子弹后第二位加盟英格兰职业联赛的香港人 2013年回归香港联赛之后 陈俊乐继续斩获 近年来香港足团几乎所有的最佳新人将相 在2015的16赛季及2016到17赛季 两度互选香港足球最佳年轻球员 2014年以18岁年纪跳及香港U23 参加亚运会男足比赛 2015年更以19岁的年纪担任香港队队长 率队出战第38届省港杯 在首回合比赛攻入其代表香港队第一个入球 驻港队1比1战平广东队 2017年6月14日在与朝鲜队比赛 21岁的陈俊乐 取得个人首个国际赛入球 驻球队1比1战平对手 今年8月陈俊乐还将继续随香港代表队 出征雅加达亚运会 2016年陈俊乐转投和副大部 成为球队绝对中场核心 率领球队在2017到18赛季历史新地 获得脸赛和卑赛三亚王的佳绩 得到多支中超中亚球队的关注 完成大学学业之后 陈俊乐选择加入中超 迎战新挑战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香港希望之星 与广州富丽一同创大辉煌